7月17日 伊朗展示了其新型无人机 默哈杰-6是非的现场情况 据伊朗陆军一名指挥官称 当天有三架默哈杰-6无人机 加入了伊朗无人机部队 尽管伊朗无人机在国际上知名度不高 但性能却并不低 默哈杰-6的前行 默哈杰-4无人机曾列装叙利亚政府军 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武装的作战中 取得过不同的武器 据报道 默哈杰-6无人机能够携带火箭弹 以高精确度摧毁目标 并且还能够在地面部队的控制下 侦测和监视相关区域 该机型还拥有高航程 以及长达24小时的续航时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 哈吉扎德将军表示 伊朗在设计和制造不同类型的 先进无人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他认为伊朗在这方面 已经领先了于无人机领域的 世界顶级大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